受到冠冰疫情的影响 来届大选的竞选准则将会和网界有所不同 出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现场的竞选集会 候选人未来作坊选区时也将会有人数的限制 另外竞选活动还将首次增加选区竞选广播的环节 到底这些调整对下来的大选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各政党的竞选策略又会做出哪些调整呢 我们欢迎三位嘉宾 首先就是时事评论员林一鸣 另外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庄家寅 以及我们新传媒新闻执行记者蓝丽婷 三位好 首先我们请教林一鸣大哥 我们知道来届大选的选举不可以有现场的竞选集会 你认为这对我们整体的选举氛围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一鸣大哥 这次的那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不可以举行这个群众大会 所以整个群众大会其实已经转移向网络的平台 过去呢很多选民他们都很期待这个群众大会 这次肯定有一些失望 因为这个在群众大会里面 我们都知道说政党的候选人呢 尤其是那些能说善道的候选人呢 这就是给他们这个支持票 所以这次群众大会被取消以后呢 当然所有的这个政党呢都必须转向那个网络的平台 来争一个来争高想 那么张教授你怎么看呢 这样会怎么样去影响这个选民的情绪 以及他们最终的投票 我觉得这种肇数活动对于选民 他们能看到有其他人可能对他们 他们被迫选的一些反应 那个在情绪上 在理智上都会有多多少少的影响 那失去了这个机会 我觉得对整个竞选活动和过程 当然会是不只是让人失望 而是可能让整个气势不在 然后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 就是选民缺乏了 就是跟不同人接触和交谈的这个机会 作为选举过程 其实这之间的交谈和思考非常重要 是的 没错 我们来问问力婷 力婷以你过往采访的经验 以往我们知道是可以让各政党的支持者 具体在造势的这个竞选集会的 那么如今搬到线上之后 你认为还可以起到和以前一样的效果吗 我认为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它的现场感 因为虽然是一起同步的在看这个集会 在看那些候选人演讲 不过少了旁边的人跟你一起欢呼 一起掌声 而且少了这样子的一个气氛 就很难让人待在屏幕前几个小时 去听候选人的一些演说 所以这一次如果要抓住网民的注意力 这个候选人真的要下不少的功夫 因为如果要网民真正去了解 你们的这些候选人的一些发言 演说的内容的话就必须很准确 或者是很有效地抓住他们的注意力 然后其实讲到情绪这方面 网民的情绪在网上的竞选活动 其实可以出现另一种情绪 就是因为它的互动性高了 所以网民可以大肆地去留言 发言或者甚至是批评或反驳 一些候选人的一些演讲内容 所以我觉得留言这一块 网上留言这一块 如何去煽动网民的情绪 尤其是中间选民的一些情绪 是值得关注的 而候选人其实他们也必须 就是有心理准备如何去招架 或是应对这样子的一些留言 不过这个线上竞选的集会 和现场的集会相比 将不会受到时间还有次数的限制 那么庄教授您怎么看呢 你觉得这会对我们各个政党的竞选策略 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我觉得在网上进行造势活动 它会比较利于资源比较丰富的政党 因为我们晓得说你网上怎么去包装 就是你视频上怎么去包装 怎么去剪接等等的 这些可以造成很不同的效应 那往往就是资源比较雄厚的政党或机构 它比较能够从事这样子的一些工作 它效果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这样子可能变成 有点转移焦点的一些效应会出现 就是说可能它这个整个视觉感等等 它的这种包装的影响会大于一些内容 这个可能对整个选举过程 会和选举过程里面的一些讨论 会有一些比较 没有以往那么好的一些结果 是的 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线上的选举 还有竞选活动 和值得我们关注以外呢 来届大选还会增设一个新的环节 也就是选区竞选广播 请教李一鸣先生 到时候我们知道每个选区的候选人 都可以通过我们新传媒5频道 有三分钟的时间发表这个竞选广播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新环节 对于各个政党的竞选策略和部署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鸣大哥 这个对于县市还是好事 所以事实上呢 因为这个群众大会取消以后呢 这个很多选民啊 尤其是年长的人士 他会转向传统媒体 尤其是电视 现在电视有这个选区的这个竞选了 虽然说 当然其实时间也不是很长 你想一个选区有5个人的话 每个人3分钟就是15分钟 对吗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会注意 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竞选的群势 尤其是年长人士呢 如果他不善于上网去观看直播或者是晚上的竞选活动呢 他就会很离遇这个电视的这个广播 而且但是相对来讲 因为他时间也是短 其实你说15分钟呢 很快你就讲完了 所以要怎么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 把你最重要 你认为最能吸引选民的那个信息呢 给这个传播出去呢 那是非常考功夫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当然到底怎么样的排阵方式 因为选举局还要进一步 透露一些细节 到底是怎样 就是比较有效的 就是说在可能不同的选区呢 在不同的天呢 就这样就是进行这个选区的一个竞选的活动 好 庄教授 刚才一鸣大哥就谈到了这个年长选民 这次在这个网络上 可能会增加一些收获讯息 这方面的一些难度 那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觉得其实有两点可以补充 第一就是说除了年长的选民以外 就是能上网 能容易的上网 其实这个也有一些阶级的因素存在 就有一些可能 他因为经济能力比较不容易上网 这样子 像这些选民呢 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能力达到 得到同样的讯息 是的 我们知道线上的这个竞选活动 或许会给比较不熟悉 网络科技的年长者带来一些难度 另外呢 虽然现在各个政党 在电视上的竞选广播的时间增加了 但是电视上是不可以说方言的 所以丽婷你认为 对于一些更熟悉方言的年长选民来说 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也刚刚跟选举局查证过 这个广播车 竞选广播车呢 其实是可以使用方言来广播的 所以呢 它也是一个可以接触年长选民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当然网络竞选活动 其实他们也可以选择利用方言来解释他们那些政策啊 或者是跟候选啊 就是选民沟通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啦 就是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呢 其实很多的年长者 更多的年长者 已经学会使用这个平板电脑 或者是手机上网的 所以呢 其实网络内容呢 是还是可以就是接触到这些年长选民的 只是挑战就是他们要 这些候选人要怎样去把这些网络内容推给这些年长选民 因为他们都是比较被动的 他们不像我们每天都会划手机看有什么内容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们必须想的一个 必须想方法做的一件事情 是 这个来界大选呢 允许各个政党呢 走访选区的时候是有限制 每组不能超过五个人 那么一鸣大哥 您怎么看呢 这对这个各政党的竞选准备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其实这个走访选区 到现在来临时抱口脚 其实已经为时已晚了 所以对于那些 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 就是走访选区的政党呢 其实这个影响呢 其实是不大的 事实上呢 限制五个人呢 对那些能力资源非常丰富的政党 其实是相对比较不利的 因为你想 比如说执政的临行动党呢 他们其实是有能力能够动员很多人 在进行选区的那个 这个访问活动的 可是现在因为 只能限五个人的话呢 其实他们就不能够 这个太多人一起去访问选区 当然对相对来讲 反对党呢 这次呢 刚才我就提到最重点就在于 其实你之前呢 是不是真的有到选区去走动 如果你有的话 五个人呢 对他们来讲 其实对反对党来言呢 其实也不是 就是一向来他们 相对上呢 他们也不会说 比如说比较多的人 去选业这个选区 所以对方影响其实也是不大 是的 那么最后呢 其实面对来阶选举的总总规则 丽婷你觉得 接下来在采访跟报导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呢 因为这个 因为一些限制 所以呢 这个候选人在拜票的时候呢 可能都需要戴上口罩 所以我可以预计到的就是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 尤其是那些新人 就是比较不熟悉的脸孔 我们要如何去知道 他们到底是谁跟谁 理清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其实挑战还蛮大的 所以呢 我建议如果可以 戴一个透明口罩的话 可能帮助会很大 然后呢 当然在网上 网络呢 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竞选平台 所以呢 我们新闻工作者 或者是记者也好呢 必须准确地掌握 每个候选人跟政党 在网上的一些动态 所以呢 我们已经不可以再使用一些 比较传统的方式 去收集一些资料了 可能必须提升技能一下 然后呢 去看一下 有哪些网络工具 或是科技 可以帮忙就是理清 或是整理 分析 然后呢 把更全面的报道 呈现给大家 是的 那么如果我们大选 真的在疫情之下 举行 还是要大家保持安全距离 遵守当局的规定 我们今天谢谢三位的嘉宾 谢谢三位 好 小心小讯息 时隔三年呢 其实实践剧场 和本地的插画家阿果呢 就再度携手 通过充满童趣的歌词 还有画本 让孩童唱儿歌 学华语 广告后呢 诗成华语一起认识 儿歌新唱计划2 别走开 字幕志愿者 杨栎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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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